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利花和希达分别发表文告 表明杀杀政府的立场 杰菲里在其文告中毫不掩饰他对抛肚的担忧 尤其是此数据库可能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构成的安全隐忧 他形容经济部长拉斐兹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 几乎强迫令人不安 因此他敦促拉斐兹停下来重新评估这项政策 杀利花强调杀政府和公众表达对 主要数据库系统的担忧是有理据的 特别是当今数据泄露案件猖獗 因此将所有马来西亚人的个人资料整合在一个中央数据库 必须配备最高级别的安全和数据保护 他说杀政府原则上支持 联邦政府有效援助人民的宗旨 伟认为在实施过程中务必谨慎 以免因调查个人财务和福利状态 卧学符合资格者获得定期援助的机会 另一则新闻 沙巴州政府宣布 位在西马、沙拉越及纳敏深造的沙巴 学子提供一次性600令吉的机票津贴 沙巴首长哈之之诺表示 州政府将拨出1000万令吉位在上述三地 高等教育学府求学的沙巴学子提供机票津贴 他说这项机票津贴会直接提供与相关学生 不过落实的机制和详情仍有待各方做进一步讨论 哈之之指出 这项600令吉一次性津贴 也能让沙巴学子随时可以返回沙巴 另一则新闻 亚币警方在年前瓦解的破门行窃党死灰复燃 在短短5个月内至少干下30宗报欠案 新手脑和4名团伙日前遭警方一网打尽 一人在逃 警方证实这个专偷家腕 车和贵重物品的贼党成员 曾经是干下19宗破门行窃案俄伦党成员 亚币警区主任莫哈默在迪助理总监指出 俄伦党首脑和部分团伙被判入狱 党羽在37岁新首脑带领下 去年10月开始重新活跃干案 贼党涉及16宗破门行窃案 包括亚币15宗和疙瘩马鲁都一宗 财务损失约353,240令吉 包括现今283,188令吉 另外 他们的成员也独自获育 外人一起在亚币干下14宗报欠案 随着5人落网 警方宣布亚币共29宗破门行窃案已破解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